下午诊还没开始就有人先来排队挂号 开业不到十分钟后诊区几乎全慢 我A流咳到沙哑回来拿药 他也是感冒咳嗽的一直咳这样 天气冷就开始咳嗽打喷嚏 新冠流感还有腺病毒同时流行 有混合感染风险可能造成严重肺炎 这一个多月诊所忙翻天 过去同期一天顶多看200位 现在200是基本不时还标破300人 年前的前一个礼拜其实会特别的疯狂 那其实我现在已经有见识到这种疯狂的场面 看诊的时间都延后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才能消化完毕 大概会有400的诊疗数 而且都还是都提早停止挂号的状态 那最近特别明显的就是流感跟新冠 那有时候多达几周都没有好 机关书统计上周泪流感就诊人次 12万3000多比原先预估的低一点 但接着要过春节人流大疫情还会再起 开学后的那一周 可能那个我们的春节后的疫情就会开始上升 不过这两个疫情大概上升的幅度最高点 应该是不会超过年前的上一周的这个数字 所以大概会呈现一个双风 但是都比预期的来的缓和温和的一个局面 目前新冠XBB疫苗接种率只有6.96% 但单周新增65例并莫创新高 呼吸道病毒多重流行加上免疫负债 可能没那么快去换